有網友呢 在這個滴卡上面就發文說 女素被八九入侵了 好 這篇發文是什麼意思 我要來告訴大家 就是呢 有一名醒無科大的女學生 他就在滴卡上面發文說 就在剛剛有兩位八嘎九的這個男生 跑到女素裡面 而且還大搖大白的搭電梯上樓 甚至呢 還跟開門的女生說 嗨 還出言騷擾女生 不過現在已經被抓到了 就有那個女大師呢 他們就在網路上發文說 他們的女生宿舍裡面 怎麼會有陌生男子闖進來 而且甚至有這些男子 他們還會對那種穿著比較清涼的女生 就說 屁股很翹喔 就是那種言語的騷擾 對 那後來呢 他們趕快報警了嘛 那現在呢 網路上也有人 就是上傳的影片有錄到說 這兩名男子 他們最後是嬉皮笑臉 被警方帶走 看起來是毫無詭異的樣子 而且雅曳你知道嗎 這兩個八嘎九啊 裡面呢 年紀最小的居然只有15歲 15歲 還未成年 高中生而已 15大概國三高一 對 他就闖進了這個 醒無科大的女宿舍裡面 而且不只這兩位 在隔天這個醒無科大的女宿舍裡面 又被人闖進去了 在隔天清晨的時候 又有一名黃姓的男子 他是闖進這個女生宿舍裡面說 他要送宵夜給他的朋友 而且是當場跟這個女射監 兩個人爆發了口角衝突 那警方到場之後呢 這個黃姓男子居然說 還要控告這個射監 妨礙名譽跟妨礙自由 那射監則是反控這名黃姓男子說 他是侵入住居還有恐嚇罪 那警方呢 現在是依照規定受理雙方的告訴 不過這整起事件 在低卡上面也是引發了一番討論 因為一般女宿啊 我們以前大學住女宿的時候 都是有門禁的啊 對 但他B卡才可以進去 或是其實是有射監在門口去做管理這樣 對 沒有想到這個 醒無科大居然是連續兩天 然後被三名陌生男子闖進去 真的是會讓人家想說天啊 那我們在女生宿舍裡面是安全的嗎 對 我如果住在裡面 我應該也會覺得怕怕的 對啊 好 接下來呢 轉換焦點來問問看大家 妳有看過 廚神當道的Mr.Chef嗎 雅音妳有看過 我有看過美國版的 但是這個好像 我印象中 美國版的主持人好像不是這一位 對 美國版主持人是Golden Renzi 我超喜歡的Golden Renzi 對 那這一位他是另外一個版本的嗎 對 這個是澳洲版的主持人 他叫做Joe Zonfillo 他最近呢 金船離世 而且呢 他是在加上他的節目 新一季要開播之前 突然去世 享受四十六歲 而根據電視台提供的聲明 他在禮拜天的時候 在墨爾本去世 但是目前電視台 並沒有提供他的死因 根據每日郵報報導 警方透露 Joe Zonfillo在當地時間 四月三十號凌晨 被發現城市在墨爾本的某間飯店裡面 而他的死因並沒有公布 但是家屬在社群網站上 悲痛證實了他的死訊 Joe Zonfillo很早就對料理有濃厚的興趣 他在十二歲的時候 開始當洗碗工 十五歲時在高爾夫的度假村 廚房當中當學徒 也在一些知名的廚師底下學習廚藝 Joe Zonfillo在一九九九年時 離開英國成為了獨當一面的主廚 也開設了自己的高級餐廳 這間餐廳還曾經獲得許多的美食獎項 但現在已經關閉 而Joe接著就主持了許多烹飪節目 最知名的就是出身當道澳洲版 這個節目原本遠定要在星期一晚上迎來 第十五季的首播 現在也因為他的突然離世而暫停播出 南韓知名實況主企鵝妹劉允濟 他現在正在台灣步行環島當中 不過就有一些粉絲在追蹤他的直播的時候 就有發現有一名網友他非常的不禮貌 因為他在直播中竟然嘲笑企鵝妹的胸部小 讓他當場氣到翻白眼 還怒飆彰化罵他小三小 小三小 切兒妹在旅行的第四天抵達九份 在路邊稍微做休息整理裝備時 將鏡頭轉向自己 並且帶到了上圍的部分 就有一位網友在聊天室用中文留言說小 引起了他的注意 切兒妹用英文回應表示 你剛才是說小嗎 你是說我的胸部小嗎 你的GG才小 更用台語怒回了一句小三小 霸氣回嗆也讓網友們紛紛直呼 果然外語都是要先從髒話學起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這一位 有看過電影功夫的人一定都對他印象深刻 沒錯他就是香港女星圓秋 他其實曾經是一名武打演員 他因為演了電影功夫裡面的這個 包朱婆的角色讓人家印象深刻 現在他其實已經73歲了 沒想到時間過得這麼快吧 他也漸漸減少在目前演出 最近他和家人出席了聚會 不過我們看到這個畫面 其實就是本人 就是包朱婆本人 兩個是同一人嗎 沒錯他兩個人 其實外貌相差的感覺是非常大的 因為他這個感覺看起來很慈祥 對而且感覺好像看起來更年輕 而且更瘦一些 所以他的這個反差相當大 也讓網友們都說 跟他以前的形象差很大 照片中可以看到 圓秋雖然已經73歲了 但保養得宜皮膚依然白皙 也沒有太多皺紋 笑起來顯得慈祥和蔼 跟包朱婆時期比起來 更是瘦了一大圈 事實上圓秋其實是武打演員出身 但並不像角色一樣粗魯 當年因為周星馳的要求 才拼了命把自己吃成肥婆 短短兩個月之內就增胖14公斤 塑造出一名新中經典的包朱婆 我問大家你去參加喜酒的時候 你會穿怎麼樣呢 通常應該會避免說 穿白色啊 像是婚紗一樣顏色 或是說穿的太火辣 搶走了新娘的焦點吧 在越南就有一名女子 她去參加婚禮 你看她居然穿著這樣 很像比基尼 然後外面又是這個黑色 透視洋裝的打扮 這也太性感了吧 對 雖然說這個新娘 是很開心的跟她一起合照 可是這個照片呢 在網路上瘋傳之後呢 就有許多網友泡紅說 她這個打扮實在是太過高調了 直接搶走新娘的風采 根據社群媒體瘋傳的照片 這名女子似乎是女方的親友 她與婚紗照 以及新娘本人分別合影 但是她的火辣穿搭 卻引發網友熱議 許多網友都認為 這套洋裝太過暴露了 不僅是搶進了風頭 也沒有顧慮到可能 在場的老人家和小孩 許多網友紛紛留言說 可憐的新娘 穿著得體是對東道主 和自己的尊重 而其實2022年 泰國小姐瓦拉哈 出席活動時 曾穿過類似設計的洋裝 而現在 有網鄉名 尋現找到了正名女子 社群帳號之後就發現 原來她的日常穿搭風格 似乎本來就很大膽 而且在合照裡面 新娘也笑得很開心 似乎完全不在於女兵客的衣著 香港第二名AV女優出現了 就是我們畫面上的這一位 她呢 其實原本有一位香港網紅 叫做素海玲 她原本呢 在26歲的時候 進軍了日本AV界 現在呢 又出現了這一位畫面上 是22歲而已喔 她是混血蠟魔 Alice Wong 她呢 到了台灣 拍了第一支的AV作品出道 而且她首支AV作品呢 就走一個大尺度 是武林馬賽克 而且呢 片長42分鐘 而她的長相呢 其實也被網友呢 拿來跟素海玲做比較 而她本人呢 也出面回應了 根據香港媒體報導 Alice Wong 是香港與馬來西亞混血兒 到台灣與獨立導演 合作拍MV AV 首支影片大尺度 而且臨馬賽克 她與素海玲的顏值 隨即被大眾比較 不過呢 Alice被批評 顏值不如對方 對此 她透過IG回應 AV是大家一定會看的 想拍AV有什麼奇怪的呢 又不是左肩犯科 不明白為什麼會受到批評 接著這一位呢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日本AV女優三上優雅 是應該是很多男生的女神吧 沒錯 她日前呢 宣布她將在8月15日引退 而且呢 是在她滿30歲生日之前呢 告別了8年的AV生涯 當時呢 是震驚了無數的粉絲嘛 那她其實呢 最近在YouTube上面 發布了一個新的影片 也解答了為什麼她會引退呢 因為就是為愛引退 也就是畫面上這一位呢 其實就是她的男友 不過她的男友身份呢 其實也非常特別哦 她是擁有151萬訂閱的 日本YouTuber Kano 兩個人呢 還一起手比手的愛心 看起來是相當的甜蜜 三上優雅昨晚在YouTube上 上傳新影片 公布引退的原因 是因為找到了陪伴自己的另一半 沒想過會跟對方走到這一步 也很感謝Kano一直以來的陪伴 事實上 兩個人就曾經在 三上優雅過去的影片同框 Kano經常出現在 三上優雅的影片中 去迪士尼環球影城的Vlog 都可以看到男子的身影 兩人在影片中的互動 也宛如真實情侶般 消息曝光後 粉絲紛紛送上祝福 只要兩個人開心就好 祝福三上要幸福哦 哎呀 嘗嘗嘗嘗嘗嘗! 好可愛啊